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鸽子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迷你世界小伙伴们驯服团子 你们一般用哪种方法 我们知道在生存中呢最常见的驯服这种萌萌大的小团子 我们最常用的方法是给它吃泡泡糖 可是小伙伴们当你想驯服一只团子的时候吃泡泡糖那是可以的 那么驯服它了以后呢它的这个空气外套呢就会消失 这个泡泡消失了以后呢它就会成为你的小宠物 那么如果你想批量驯服团子呢 今天呢鸽子就来教你一个方法 就是用这个地心门传送方块可以批量驯服团子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些团子呢都是有这个小气泡的 现在呢我来给大家表演如何把它们全部驯服了 大家睁大双眼仔细看哦 瞬间哎这些小团子呢就被我们驯服了 而且呢我没有给它吃泡泡糖哟 看见没有这个差距呢就出来了 我们的野生团子呢是都有带有机构 但这个被我们用地心传送门方块驯服后的团子呢 是没有这个外衣的也就是这个泡泡 你们有没有学会啊这个方法真的非常的棒 可以批量驯服我们的团子 那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呢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喜欢玩迷你世界的小伙伴呀 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玩迷你世界的小伙伴不小心被鸽子猜中了那你就给鸽子点个关注吧 因为鸽子最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了 而且呢在用地心传送方块驯服后的团子呀我们也可以给他吃这个泡泡糖 吃了泡泡糖以后呢他就会非常的开心吐出自己的小舌头 小伙伴们你们学会了吗 如果你想批量驯服这种小团子 在生存中呢记得要使用这个地心传送门方块哦 这样的话就不会浪费我们的泡泡糖 我们也知道在生存中啊这个泡泡糖是非常难找的呀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